大家好 我是芒果 今天我想吐槽一个路人队友 究竟是谁呢 没错 就是这个祭司 为什么要吐槽他呢 因为他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好 事不宜迟 把画面切到正片 很明显这把又是我招鬼了 尽管是约瑟夫 你过来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我倒地的时候 刚好出了三台鸡 按道理这把应该是赢的节奏 前锋已经准备好撞就了 他来了 他来了 漂亮的一波撞枪 虽然看似很下犯 但是居然吓得约瑟夫把我放了下来 约瑟夫想去抓他 但是好像没什么机会 只好又回来挂我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想把我挂到哪里 我只好拼命自杀 拿出我单身几十年的手术 他又把我放了下来 我本来以为是前锋就吓他 没想到是个祭司来了 不是 祭司你来干什么 他要走到检果面前 幸好没被打中 所以这是要干什么呢 他上船了 他又跳下来了 哇 你这是要干什么 快去修机啊 直接前锋一波拉球 擦肩而过 吓得约瑟夫又把我放了下来 这已经是第三次放下来了 只要再牵起一次 我就给挣脱了 我就给跑掉了 如果他不牵我 我就不起来了 拖时间让队友修机 这样约瑟夫就完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哇擦 祭司又来了 别 求你别把我摸起来 哇擦 这不是打乱我的节奏吗 摸起来我也跑不掉呀 还不容易让我自己挣脱呢 这样一搞我的挣脱进度又重置了 毫无疑问 我就这样上椅子了 真是罪了 现在还是一台机了 要是祭司不来打乱 安分休息 估计现在已经压好机了 哇擦 残险的祭司又冲过来了 哇擦 残险的前锋也冲过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最后还是调安师找了机会把我救了 真是谢天谢地啦 我来海边修机了 这是一台新机 就是因为祭司也捣乱 导致我们缺了整整一台机 现在只能靠调香去救人拖时间了 接着调香放香水吃当 但是没能回溯过来 幸好把前锋救了 但是也没什么乱用啊 前锋还是被抓了 现在连调香都残险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 他们两个就只能卖掉了 于是调香在这边假装救祭司 让约瑟夫不敢挂前锋 也不敢干扰我修机 最后我压击大气仗 把前锋救了起来 靠着前锋拖住约瑟夫 我跟调香终于从小门逃了出去 前锋虽然失误多 但是我不怪他呀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祭司那波 你敢说不是在演 最后我终于想起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原来就是想秀皮肤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说过 寄计国王真好看 但是尽管不去抓他呀 那他就只能自己跑过来秀咯 估计是这样的 可以可以 果然是个很人啊 好